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跟公民党12号 就国防三文件达到了共识 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 江民在中国大陆的动向 对于国际秩序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 岸田政府最快将会在16号 内阁会议上面采取新的安保文件 而对此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也分析 这恐怕会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的执政党是一个执政联盟 是由自民党以及公民党 这两者所形成的执政联盟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所采取的立场跟态度 却是有明显的落差 所以当初从8号12月8号 也就送进了国会执政联盟的工作阶层的会议 开始研讨 而且在12号的时候据说已经达成共识 但是他们对外却泄露了很多的讯息 这显然就是在放风向球 因为希望了解说这些讯息出去 看看外面的反应 然后再做最后的讨论的定案 所以在这个其中最令人一个关切的就是说 他们在辩认 辩论究竟要将中国大陆定位成 未来最为严重关切的挑战 还是把它直接讲明叫做威胁 但是这个假如要定位成威胁那就非常的严重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环球时报 特别在他的这个英文版之中的社评 特别就讲出来直接点名就日本说 你假如说将我定位成威胁 那就是视我为敌 那你也不要怪我 也就把你当成威胁 而且这个东西基本上就颠覆了 我们都知道东京跟北京建立关系有四份政治文件 在第四份政治文件就是当年胡锦涛去访问他的时候 签了一个有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这里头第四点有明确的讲过 就是将中国大陆以及这个日本定位成 合作伙伴关系 而且互不视对方为威胁 换言之也就是说那个是有条约义务签的文件 那有这个条约义务签的文件 你现在摆明了去在颠覆这边把别人称为威胁 我认为这会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